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说 将南部省份坎大哈从塔利班手中解放的行动所用的时间将会比原计划要长 美国和北约军队已经准备对塔利班发动新的行动 但是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星期四在布鲁塞尔说 为保证得到当地的支持将放缓行动的步伐 麦克里斯特尔说这个行动要持续数月之久 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时 坎大哈一直是塔利班的总部所在地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警告说 随着美军向坎大哈纵深地带挺进 暴力事件将会增加 但是他同时还表示一定会看到进展 自星期一以来已经有18名北约军人在与激进分子的战斗中阵亡